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歡迎收看創副激化點 Ronald很久不見了 好久不見了 歡迎你繼續跟我們做節目 不過今天有個話題跟你說一下 近來香港人一聽到霸權這兩個字 通常會很神經敏感 亦都很亢奮 你有聽過霸權這兩個字嗎 對 其實現在霸權真的很多 有時裝霸權 有地產霸權 有超市霸權 對 什麼霸權都有 不過我們今天都說一個 現在最新的有一宗 就是疑似超市霸權 其實就是有一些豬肉檔的聯席 他們說白街和惠康兩間大的超市 就以七折去賣豬肉 就影響到他們的生意 搶走了三成 亦都預期農曆新年之後 有機會要大幅裁員 希望白街和惠康就不要這樣做 我們在這裡就不去批評到底誰是誰非 不過我較為關注的就是豬肉價格的問題 Ronald 我想我一說到豬肉 你就知道為什麼我們做財經 都要關注豬肉 對嗎 其實內地的通脹相當有趣 有人說過是一個所謂豬肉通脹的理論 因為豬肉的價格佔了通脹比重 是最大的部分 所以如果豬肉價格可以回落的話 其實對內地的通脹 特別是降低的機會 其實是有比較大的幫助 沒錯 沒錯 現在內地 今個星期四就會公佈 居民消費物價值數 所以以往大家看到通脹很高的時候 都會關注著到底豬肉價格會不會回落呢 如果會的話 即是CPI也會回落 但其實看到近來CPI已經回落了下來 在11月的時候去到4.2% 比起之前6.5%回落了很多 但現在都有人說到底12月CPI即將公佈 又會是怎樣呢 Ronald 你怎樣看 其實12月CPI有些變數在 其實現在普遍市場預期 都可能是由3.8%至4.5%都有 但我自己預期大概是微降到大概4.1%左右 為什麼會覺得那個降幅會比較微小 因為始終我覺得元旦之前 特別是春節之前 其實那個豬肉價格 或者食品價格的回落的速度 其實都有所減慢 這個都是影響到那個情況 但始終我覺得下降的趨勢 其實都沒有改變到的 都是那句了 又是受著豬肉價格的影響 其實除了CPI之外 內地下個星期也都會公佈GDP 即是國內生產總值 現在都在說可能GDP 也都會低過9% 主要是受到歐美經濟放緩影響 市場就預期去到8.7% 如果真的通脹又回落 然後GDP的增長也都放緩的話 那是不是內地有條件 進一步放寬銀金 你怎麼看呢 其實內地這個情況 就是雙降 就是CPI降 之後GDP 或者各樣經濟增長都放緩 前者降其實是好事 但後者經濟增長放緩 其實就不是特別好 特別好 現在看到內地已經 基本上有可能告別了 所謂高速增長年代 進入一個八字頭年代 甚至七字頭年代 所以我相信 為了保持中央激早前的經濟會議 提及的穩中求進 我相信其實刺激政策方面來看 都是有機會看出來 包括賣運條 政策方面來看 都可能會進一步落實 那如果是這樣 會不會有一些措施 舉例下條全本準備金率 會不會在春節前推出 你的預測會是怎樣 其實中央政府有三招來對付所謂的銀根 第一個就是準備金率 減息和央票發行 央票基本上來說 上星期都停止了發行三個月 我相信春節前 下條準備金率的機會相當大 但市場是否會因為這個原因 會反彈呢 我覺得未必 因為這個市場 某程度上來說 都有少少預期到